第一次演男一号电影里面 他在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扮演角色的名字叫Frank 看一看 Frank是一个司机间导游 你就是个托儿 路透的司机 都是西台湾 有什么情况 以前的戏里可能 很少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天有多冷吗 太不急了 这天有多冷吗 这天有多冷 太不急了 这个戏就天天跟被打过以后一样 颓配成那样 我挺喜欢他的胡子的 让我试一下吧 试一下 全部剃是吧 对 跟投资方说说 最后两场就不要刮胡子了 我特别选择大家剃胡子 我觉得他长得胡子特别特别帅 但是为了更帅 是我从一以来最艰难的一件事 这个好玩 你看整个花都飞上来了 我就记得那个最受打击的就是 把一大段词背得特别熟了以后 然后导演和汤维一商量 他们说这段要改一改 你不给他压力一下 不给他压力 他很棒 他说了把这词给他放出来 我基本那时候就崩溃了 手中两个女人怎么开心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 送给你 Merry Christmas 我觉得在生日面前都不擅长表达 可能是我跟这个角色就接近的地方 是一个绝种好男人吧 早认识你就好 你不当医生跑这儿当司机干嘛 他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我没有老婆长得多 所以就死了 随着妻子一起到了美国 Richard 我的男人 这是Frank 我的男人 我非常赞同 这是一个浪漫爱情局 你要跟别跳啊 挺难受的 但是Frank和我 都不是浪漫的人 我说的时候跟你跳舞 挺难受的 其实我觉得还挺快乐的